大族贫巴郎今天离开台北之前 道述记者说 他这次在中华民国访问 正遇到国际之间姑息鼠疫又渐渐弥漫的时候 他对中华民国在国际间所遭受到的禁忆感到关切 大族贫巴郎说 但是中国的五天访华期间 他觐见了蒋总统 也和一些中国政府的官员误谈过 这使他对中华民国在国际之间的反共奋斗 仍然抱着乐观的看法和无比的信心 作为日本自民党籍的参议员并且强调 日本对华政策基本上不会改变 他同时认为 目前这股国际之间的姑息逆流 也不会存在的很久 今天中午前往机场送集的 有谷郑刚、张宝秀等有关人士 这些很好看 对我来自已决定的 是 感谢观看